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子没有以前那么嫩了 我要把它晒干 保存起来以后当香料 而且还有一个朋友说要我晒一些子猪给它寄过去 所以准备多晒一点 这种香料是用来做生鱼片的地不可少的香料 还有那边有一个鱼香草 这边是紫苏 我们就种了很小的一棵 它就发成了这么多 这么大一堆 我先把这紫苏 放在这里晒一下 好了 我们现在去找另外一种香料 找到哪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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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 好了 就是这里了 我们今天还要摘这种香叶 这种香叶用来炒鸭子啊 炖排骨啊 或者是炖羊肉啊 狗肉啊 牛肉啊 都挺好吃的 再这么多就能用很久了 再这么多就能用很久了 先拿回去跟紫苏一起晒一下 炒天椒 炒猬 炒 炒天 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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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期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继续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见